嗨,我是朋友 他有几个问题呢 我刚刚开始在用Mirror,因为我一路来都是用DHR 那我用很多年了 因为我的习惯已经在那边 所以这是我第一家来Mirror的相机 其实我是Nikon user 那么Canon我是这个,我是第一家 我买他的相机 所以我看 因为他讲说他的发 是属于新的发来的 所以我就买一下来试试看 他的 发呢,并不是每个软件可以开 他只能用他自己的软件开 就是你要去他的website 进导入这个 Digital photo forfessional 所以你在他面 导入这个发的时候呢,他有问你跟你讲说 这我这宝单里面呢,他确有那个号码 所以我跟着打的那个号码进去 我就可以导入那个号码进去 所以我只是打这个号码进去 我就可以导入那个发了 那个 软件 软件 所以他只有这个软件 才可以开那个 发,他的发是 CR3 所以他的CR3的发呢 他 并不是每个发给开了 只能这个软件开 所以你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R3的发是怎么样的 我当时只是跟我的儿子拍了一个 照片 嗯 我看他照片子蛮不错的 看我review到100 嗯 看的发很美 那么我大多数很喜欢 我开始我 以前我开始在用数码的时候,我用JPEG 可是我感觉到JPEG有点乖乖的颜色 所以我是很喜欢用 自然来我知道用ROFA,我就尽量在用ROFA 包括我现在拍这个 Nikon D800 我还是用ROFA来拍 那么 其实我只是用他的 Kiss Lens来拍 可是他拍也蛮清楚的 我蛮喜欢他的照片 所以他的发是很美很好的发来的 ok 这是 我儿子的发 因为我就跟他拉成一样的 ok 你可以看他的分别 他这个是 RAW 这个是JPEG 你看他的RAW的 效果 比较 颜色比很美 那么他的 他底叠很好 所以你看他的JPEG 你看他的JPEG有点乖乖的 所以我不太喜欢用JPEG 我大多数很喜欢用RAW 因为我感觉到RAW的 颜色很美 那么他的 那Control很好 那么 所以我在开始我在用这个发的时候我很多 好像Adobe啦 这些的都开不到他的 发 所以我只能用他自己这个软件来开 所以他其实要注意就是你用这个 Canon的相机啊 就是你要注意这几点 嗯他还有一个很总很最主要的因为 可能我是不习惯用迷人的问题啦 因为我感觉到一个问题存在是说 如果我 用神光灯来拍的时候呢我正在拍 我调整我要的那个Aperture那个speed呢我跳 跳我要的 来用for this神光灯 那么我根本在我的这个 我根本看不到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么 因为整个很暗 所以 mirror star 的问题也是在这边因为 前几天是我 我有看多一个 那个 摄影师在拍wedding的时候呢 他没有用神光灯 他只是用videolite 所以 所以这videolite里面就是说我看到什么就是说我们 看到所看到我们拍什么 这样 说 在用普通的神光灯是不可以用的 because 他根本看不到你要拍的东西 说他 以下直接以下这几个问题说 我现在 我现在我在买家 神canon for canon 的flash 然后我来试试看 看有什么 可以用的到吗 还是什么的 have any idea 除了using led light 所以 这是我今天所介绍的 这是canon m50 so for canon我是蛮喜欢这个相机啊 他的我蛮喜欢他的效果 他的发很美 我很喜欢 他的detail他的contrast很好 就要你们喜欢这个videolite 所以现在 如果你们要这个software我有一个link在下面 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跟他download那个发 download那个software 你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 cr3的发了 so 我很喜欢 我是蛮喜欢这个相机的 ok 谢谢你们的收看 今天 如果你喜欢这个 videol呢 就 给我个thumbs up 来吧 你 你 我 想 我